第一天我作为蜘蛛侠诞生 我正在被整个蜘蛛协会追捕 我试图甩掉它们 但每次转弯都会与另一个蜘蛛侠面对面 我试图用我的吐司能力让它们减速 但它们人数太多了 这时蜘蛛协会领袖米格尔出现在我面前 它用蛛丝阻止了我的行动让我毫无还手之力 这时一个传送门在我附近撕开 麦尔斯出现了 它扑向米格尔让它暂时晕血 快跟我来 我挣脱了蛛丝陷阱跟着麦尔斯穿过传送门 第二天我们到了一个由勒高积木组成的围堵 他们为什么要抓我们 我们都是异常者他们想除掉我们 这时我发现一座桥梁横跨在坑洞上 麦尔斯和我冲向那座桥 蜘蛛侠们也跟在我们后面上了桥 无幸的是他们太重了导致整座建筑工塔 蜘蛛侠们坠入了深渊 麦尔斯打开了另一个传送门准备逃跑 但勒高蜘蛛侠却跳了出来 尝尝我的乐高力量 这个小英雄用建造能力以光速创造了一堵墙 幸运的是麦尔斯和我反应敏捷用蛛丝荡过了这堵墙 就在我们即将进入传送门时 巨大的蜘蛛残骸出现在我们面前 麦尔斯在我们脚下打开了一个新的传送门 导致我们双双坠入未知之中 第三天麦尔斯和我降落在另一个维度那里 有一座巨大的城市 我们这是在哪 这是一个巨大的机甲从天而降 里面坐着一个女孩 欢迎来到我的维度麦克斯和麦尔斯 别这样佩妮 机甲向我们冲来 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战斗 他用强大的金属拳头猛击我们 对我们造成了大量伤害 幸运的是 我们有一张王牌 麦尔斯能够使用电击攻击 可以对机甲电路造成巨大伤害 我尽力用我的吐司攻击支援麦尔斯 但这时我的身体开始出现故障 怎么回事 你没有多元宇宙手环 这可能比我想象的要容易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 麦尔斯就把我推进了传送门 第四天到第七天 我掉进了一个陌生房间 当我环顾四周时 看到一个多元宇宙手环 放在一个基座上 这时米格尔跳了下来 挡在我面前 你们两个正在扰乱时间 向我要除掉你们 就在这时 麦尔斯跳到了手环旁边 麦尔斯把手环扔给我 然后打开了一个传送门 它消失了 留下我和米格尔单独在一起 我现在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手环 我摆弄着手环 直到一个传送门在我面前打开 我带着一半生命值逃离了这个设施 第八天到第十天 我和麦尔斯出现在另一个围堵 很高兴你现在没事 但我们不能放松 米格尔在这些手环上 装了追踪器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建一个基地 这样我们就能屏蔽追踪了 麦尔斯和我迅速开始建造 我们自己的蜘蛛侠基地 我们快要完成的时候 看到远处有一个传送门打开了 米格尔要追上来了 我们跑进去看着米格尔 像猎犬一样在周围寻找我们 但这是我的蜘蛛感影响了 我转过身 徘徊者站在我们面前 麦尔斯用他的隐形能力消失了 徘徊者却向我扑来 第十一天到第十四天 徘徊者用他敏捷的爪子向我猛砍 他把我打得非常虚弱 这时麦尔斯跑到我面前 请助手亚伦叔叔是我 令我惊讶的是 徘徊者放下了他的武器 但就在几秒钟后一声枪响传来 徘徊者死在了我们面前 一个穿着黑西装的高大男人 走了出来是反派精病 麦尔斯我们需要更多的帮助 是的你说的对我们走 我用我的手环打开了一个新的传送门 和麦尔斯一起逃走了 第十五天到第十七天 麦尔斯和我出现在另一个围堵 精病追了上来 他用拳头猛击麦尔斯使他昏了过去 大块头来抓我呀 精病把注意力转向我 然后精病用他巨大的拳头笼罩着我 这是一个朋克摇滚蜘蛛侠 跳了出来挡在我面前 别光站着我们一起打败这个企业败类吧 精病用他巨大的拳头猛击我们 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不过我们继续攻击 多亏了朋克蜘蛛侠的帮助我们 终于彻底打败了精病 你超酷的你是谁 叫我霍比 就在这时警察局长带着武器跑过来 抓住那些小混混 第十八天到第二十一天 我们两个被警察紧追不舍 每一次转弯我们都会遇到成群的警察 最终我们无处可逃 这时霍比用蛛丝射倒了所有的警察 跟我来我知道一条结界 我跟在朋克蜘蛛侠后面 他带我来到一个警盖处 我们两个在警察找到我们之前跳进了警里 我想我们肯定能在这里避开麻烦 但地面开始颤抖 看起来警察正在往这里注水 第二十二天到第二十五天 朋克蜘蛛侠和我跑出了下水道 勉强避开了汹涌的洪水 当我们以为安全的时候 我们转过身 看到一只巨大的可怕蜘蛛正在逼近我们 我用我的超级英雄敏捷性和蛛丝荡来荡去 试图躲避攻击 它的有毒攻击让我只剩下最后一颗星 最终我彻底打败了这只蜘蛛 我抓住机会把霍比从他的蛛丝网中解救了出来 孩子你有两下子我加入你的团队 拿着这个 霍比递给我他的吉他我又获得了五颗星 这时另一个传送门在我们面前打开 米格尔终于追上来了 这个我来对付待会儿见 霍比在我们身后打开了我们自己的传送门 我照他说的做了 第二十六天到第二十八天 我穿过一个传送门来到了一个新的围度 这里的一切都染上了粉色和蓝色 就在这时我的蜘蛛感应开始刺痛 我立刻感觉到麦尔斯就在这个城市的某个地方 但当我转过一个拐角时 我看到一座建筑完全着火了 一只巨大的蜥蜴正在被这个宇宙的女蜘蛛侠击腿 我投入战斗开始帮助另一个女蜘蛛侠 我们试图用我们强大的拳头把她打倒 同时躲避她的重击 但当蜥蜴把她的锤子砸向地面 力量变得更强大时 我们尽最大努力继续战斗 经过一场漫长的战斗 女蜘蛛侠和我消灭了这只蜘蛛敌人 你是麦克斯吗 是的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你知道麦尔斯在哪当然跟我来 格温和我在城市里荡来荡去 直到我们来到一个公寓 麦尔斯正躺在床上 麦尔斯你没事吧 很高兴见到你 你们给金病制造了不少麻烦 我听说了 是的我和货币解决了他 蜘蛛侠在我的公寓里 你们都被捕了 第29天到第32天 格温的爸爸把我们都误认为是坏人要逮捕我们 我别无选择 只能用朋克蜘蛛侠的吉他弹奏了一个和弦 声音的冲击力把队长向后击飞 我用我的手环打开一个传送门和麦尔斯格温一起逃了出去 当我们到达另一边时我们回到了我的基地 我为货币准备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房间 还有一些乐器让他在无聊的时候可以弹奏 然后我为格温也准备了一个房间 我用了很多粉色白色和蓝色的方块来附和他的风格 最后我给基地加上了腿让他看起来更像一只蜘蛛 我知道还有人可以帮助我们的团队 我们走吧 格温在外面打开了另一个传送门 我们两个继续寻找更多的后援 第三十三天到第三十五天格温和我来到了另一个围堵 我们站在太基林附近 这是印度吗有点酷 帕维特应该在这附近的某个地方我们分开找吧 格温和我分道扬镳 当我环顾四周时我看到一只巨大的怪物正在和另一个蜘蛛侠战斗 我当过去帮忙 这个怪物和我们一样敏捷 他拿着一根法杖用它来砸我们 幸运的是我们也很快 只要有机会就打它 这时他释放出一道炽热的火焰呼吸攻击 把我和另一个蜘蛛侠都点燃了 我们都承受了这一击 并把它逼到了我们想要的位置 我可以看出这只野兽越来越虚弱 另一个蜘蛛侠最后一击怪物倒下了 但它也倒下了 我冲到它身边 却发现它只是坐在那里放松 我是帕维特但你可以叫我帕维 我向帕维解释了我的任务 急招募更多的蜘蛛侠来帮助阻止米格尔 幸运的是他同意了 这是一个传送门在帕维下面打开 它掉进了位置之中 米格尔出现在我面前 它追踪我们到了这里 第36天到第39天我被米格尔追赶 我试图甩掉它 但它似乎在每个角落都等着我 我找到一个角落躲起来 但我的蜘蛛感应开始刺痛 就在这时格文出现在我面前 别担心是我我有个主意 格文抢走了我的多元宇宙手环荡走了 我看着米格尔愚蠢地追着它 不幸的是我没有时间传戏 一个新的传送门在我面前 四开升级版的蜘蛛残骸出现了 我终于找到你了 最新的蜘蛛协会技术赋予了我力量 让我给你展示一下 残骸张开嘴向我冲来 我试图躲避它的攻击 但它跪下来咬了我一口 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经过漫长的战斗后 最终我成功地战胜了这只野兽 我环顾四周看到蜘蛛残骸的传送门还开着 我全速冲进传送门 第40天到第43天 我从传送门的另一边掉出来 发现我回到了蜘蛛协会 我环顾四周看到帕维被关在其中一个笼子里 我把他救了出来 并告诉他我们需要尽快找到格温 你需要找到一个新手环 否则你活不了多久了 帕维和我开始在这个充满蜘蛛的设施里 偷偷默默地行动 我们到达了存放手环的房间 但一个女蜘蛛侠在外面等着 我来对付这个你继续走 帕维走向那个女人开始施展她的魅力 当她分心的时候 我偷偷地从她们身边溜谷 为自己抢到了多元宇宙手环 是时候去救格温了 第44天到第46天 我回到帕维的维度发现格温走投无路 格温你没事吧 对不起我打不过他 请拿着这个 格温递给我一把粉色和白色的剪 我准备好了我的新武器向米格尔冲去 我们两个互相攻击 这是一场胜负难料的战斗 我们冲进去准备发出一击 但这是一个黑洞在我和米格尔下面撕开 我们掉进了下面的黑暗之中 第47天到第50天 我在一个巨大的白色空间里醒来 一个身上布满黑点的奇怪男人站在那里 你们终于醒了 我的死敌你说什么 我曾经和你一样是个普通人 但因为你们这些英雄的鲁莽行为 我变成了现在这个可怕的样子 我要把所有维度的蜘蛛侠都消灭掉 你正在毁灭我们所知道的多元宇宙 米格尔全速冲向这个恶棍 但在他击中之前这个恶棍就顺移了 他发动了一次疯狂的攻击 让米格尔无法动弹 我不能让他死 但斑点接着就来攻击我了 我拿出格温的剑开始砍向这个恶棍 但他的顺移能力让他太快了 我们冲回了基地 第51天到第54天 我回到我的基地发现到处都出现了黑洞 我冲进去发现格温霍比和其他蜘蛛侠都在躲避攻击 我向他们解释了我与斑点的遭遇 以及米格尔陷入了麻烦 我有个主意 格温跑出基地设置了一些蜘蛛协会的设备 他能够稳定空间关闭了这些洞 斑点是一个比米格尔更大的威胁 我们必须救他并结束这个新恶棍的邪恶行为 我觉得就那个想杀你的人有点傻 我们是英雄英雄帮助人们 与此同时我为帕威添加了一个房间 我还为我的蜘蛛基地添加了更多的红色蓝色和青色 之后我去查看正在监控蜘蛛协会设备的格温 这些洞会再次打开 如果你不能为我的机器找到一个量子宝石块 第55天到第57天 我开始寻找格温需要的量子宝石 这时我的蜘蛛感应响了起来 我向后一跳一个黑洞出现在我面前 斑点的爪牙从洞里出现把我包围了 我拿出格温的剑能够砍倒大部分的小喽啰 最终我成功地消灭了这群怪物 我跳进黑洞做好准备 当我到达另一边时 我发现米格尔被困在一个笼子里 这个笼子被设置了炸药 如果在时间用完之前 你不能救我它就会爆炸 就在这时一只巨大的看守龙出现来面对我 不过我用我的蛛丝荡过去 迅速把米格尔从笼子里救出来 米格尔我们快跑 怪物在后面慢慢地追着 无幸的是炸药爆炸了 把怪物卷进了爆炸中 你知道我在哪里能找到量子宝石吗 我看到在这边南边有一些 第58天到第61天 我朝着米格尔指的方向前进 找到了一个满是战争痕迹的洞穴 我拿出我的稿开始挖掘 然而 就在我从墙上挖出宝石的时候 宝石垫了我一下 我不知道的是我引发了一些可怕的事情 我的手环开始疯狂地响 然后周围出现了大量的传送门 我不知道这些传送门通向哪里 我为自己打开了一个传送门 回到了家 我及时赶了回来 把量子宝石交给了格温 干得好 这时我的手环又开始快速跳动 它出故障了 我再也无法控制我的手环了 我被传送到了一个未知的地方 第62天到第64天 我出现在一个类似西部维度的地方 我试图用我的手环回家 但它不再起作用了 我需要尽快找到一个新手环 我环顾四周看到一个用蛛丝挡着的人 你有没有一个我可以用的多元宇宙手环吗 如果你能在对峙中打败我 我就把我的手环给你 我们两个站在一个开阔的地方准备好了武器 我们拔出我们的蛛丝发射器 我先开火赢得了这场对峙 不幸的是这个无赖的蜘蛛侠吓到了他心爱的马伙伴 马朝着不知道哪里跑去了 你吓到了我的马和你的奖品说再见吧 但我赢了呀 没有我的马你不算赢把它带回来 夜幕降临的时候 我终于追上了它 却发现马正在被一群僵尸攻击 我当过去和怪物们打了起来 我每杀死一个就会有两个更多的出现 我拳打脚踢穿过腐烂的肉 这场战斗很艰难 但我成功地从这群怪物中救出了马 就在这时那个蜘蛛侠赶了上来 我看到你为我的女孩做的一切了 你配得上我的手环 他按照约定把手环递给了我 第65天到第68天 我回到基地米格尔在那里等我 还觉得我是个坏人吗 谢谢你也为我给你带来的麻烦道歉 我为米格尔添加了一个地下房间 最后我为我的团队里的所有蜘蛛侠添加了一个会议室 这样我的扩建就完成了 我把我的整个团队召集起来准备听米格尔的简报 斑点的黑洞已经在多元宇宙中到处出现了 我们最好的行动方案是阻止这些干扰 并为团队招募更多的蜘蛛侠 他告诉了我第一个多元宇宙干扰的坐标 我没有时间浪费了 我跳进传送门前往我的第一个目的地 第69天到第72天 我出现在一个卡通维度里 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到处都是黑洞 在远处我看到一个巨大的汉堡怪物从一个洞口爬出来 不知从哪里一只蜘蛛猪跳进了栈洞 我跟着猪开始和巨大的汉堡战斗 虽然它只是一个有感知的肉款 但它巨大的尺寸保护它免受我的各种攻击 好在我们两个一起逐渐占据了上风 我们合力我和蜘蛛猪成功地打败了这个巨大的三明治 这时我们听到从后面传来一声巨响 我们转过身看到大量的汉堡从黑洞里涌出来 第73天到第75天蜘蛛猪和我逃回基地避难 我的家正在被摧毁我却无能为力阻止它 对不起 我们一定会回去的 就在这时麦尔斯向我们走来 我想我可以帮你 我跟着麦尔斯直到我们来到一个训练场 麦尔斯扔给我一些铁甲 那会把闪电引到我身上 我觉得麦尔斯可能疯了 但我还是照他说的做 一旦我穿上了全套铁甲远处就开始打雷 然后闪电从天上劈下来狠狠地击中了我 我的生命值很低 但我又获得了五颗星和一个新的电能力 真的有用 谢谢麦尔斯 为了最后的修饰我脱下我的铁甲 麦尔斯拿出一罐喷气 他开始用一个全新的调色板喷我的战衣 第76天到第79天 我和蜘蛛猪回到他的维度 发现那里到处都是汉堡怪物 这群怪物都试图吞噬我 但我用我的心电毒液把他们击退 我发挥我的力量大规模的电击这群怪物 现在汉堡怪物被打败了黑洞也关闭了 非常感谢你拯救了我的家 蜘蛛猪扔给我一个卡通锤子 我们还没来得及庆祝 可怕的斑点这事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 我觉得这场闹剧够了 蜘蛛猪开始抵挡他 一有机会他就为我撕开一个新的传送门 我来拖住他穿过这个传送门 去见我的朋友他应该能帮你 第80天到第83天 我出现在一个黑白维度里 在我面前有很多警戒线 我在一个谋杀现场 你肯定是嫌疑员 一个穿着黑西装的蜘蛛侠从阴影中出现 他迅速用蛛丝把我困住 让我无法动弹 他把我带到一个审讯室里和他坐在一起 我是暗影蜘蛛侠一名私家侦探 告诉我你为什么在犯罪现场 这说来话长 省省把我知道你是凶手 不我是蜘蛛侠 和你一样我绝不会杀无辜的人 我把蜘蛛猪给我的锤子放在桌子上 你的朋友蜘蛛猪给我的这个 你必须相信我 你是对的对不起 但如果不是你那 谁该为这起谋杀负责呢 这时我们看到有人从窗户边跑过 第84天到第86天 暗影蜘蛛侠和我追赶这个神秘的嫌疑人 暗影蜘蛛侠和我把这个恶棍逼到角落 却发现他不是别人正是毒液 毒液向我们冲来准备把我们当作他的下一顿饭 即使暗影蜘蛛侠和我一起和他战斗 他仍然有足够的力量把我们两个都打倒 这场战斗很艰难 但我们慢慢地占据了上风 在暗影蜘蛛侠和我的力量下 我们成功地打败了这个共生体 在他死的时候他掉了一封神秘的信 斑点让我找回虚空宝石 一旦我拿到他 他的计划就会完成 所有的蜘蛛侠都会从多元宇宙中被消灭 这太可怕了 回到基地召集了所有团队成员开会 令我惊讶的是蜘蛛侠也在那里 我很快向团队成员讲述了斑点 利用虚空宝石消灭所有蜘蛛侠的计划 那个神器非常强大 我们必须先找到他 有这个基地的所有装备我肯定能找到他 但我需要一些时间 接着我为蜘蛛侠准备了一个房间 然后我为暗影蜘蛛侠准备了一个 完全由黑白色方块组成的房间 最后我回到米格尔的房间询问他的最新情况 我还在找 但我确实注意到了另一个干扰 第90天到第92天 我来到米格尔让我调查的围 经过一番调查 我发现他正在被屠杀者摧毁 你能不能别这样了 伙计 好啊 只要正在看的人点赞就行了 谢谢伙计 屠杀者对手停止了攻击 第93天到第95天 我回到基地向团队汇报任务情况 就在这时米格尔走进了房间 我终于找到了虚空宝石的坐标 但要小心他在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维度里 于是我聚集起我所有的力量 朝着未知的维度出发 第96天到第98天 我到达那个维度 发现那是一个巨大的黑暗虚空 你不应该在这里 我转向声音的来源 发现另一个徘徊者从黑暗中出现 另一个徘徊者这是怎么回事 这时徘徊者以巨大的力量向我哭来 他用他锋利的爪子一点一点的削减我的生命值 我用吉他向徘徊者的方向发射冲击波 但他没有停下来而是继续向前 别无选择我只能全力以赴 但徘徊者还是把我打到了生命值很低的状态 这就是你的末日 第99天一个传送门在我面前撕开 令我惊讶的是迈尔斯跳了进来 但徘徊者改变了他的服装显示出另外一个人 他是来自另一个维度的迈尔斯 那个迈尔斯把目光转向我的盟友两人开始战斗 徘徊者装备着他戴爪的手套 但迈尔斯只有拳头 两人来回攻击双方都没有让步 这场战斗很激烈 但最后我的迈尔斯设法取得了胜利 他打败了徘徊者 迈尔斯你没事吧 是的但我不能和你一起走了 治疗药水这会让我恢复到满血状态 多亏了他我能够继续深入虚空 第一百天我深入虚空 直到我终于在一个基座上看到了虚空宝石 这时斑点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 真可惜我的手下没能阻止你 看来我得亲自出马了 他能够快速的顺移让我很难击中他 与此同时他会靠近病打我 我试图用我的蛛丝把它固定在一个地方 但它在我造成伤害之前顺移出我的陷阱 我用我的蜘蛛感应来预测斑点的动作 我终于成功的反击了 我轮流使用霍比的吉他格温的 建麦尔斯的电毒液和蜘蛛珠之锤 来对我的敌人造成伤害 我们来回攻击一拳又一拳 我越来越接近打败他 我为了多元宇宙的命运 和我一路走来结交的所有蜘蛛侠朋友而坚持着 我聚集起我所有的力量打出了最后一击 斑点被我的力量打败了 我做到了 天当我出现在餐厅时 我站在爸爸旁边 爸爸把一个炸鸡筒放在我面前 豺狼突然袭击了我们 这个强盗吞掉了炸鸡筒 使他的小身躯发生了变异 他的牙齿和爪子变得锋利无比 并发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吼声 豺狼施展了他新的致命爪击 狠狠地攻击了我爸爸 爸爸用尽最后的力量 将他的力量传给了我 让我变成了成年形态 我获得了五颗星和星的能力 爸爸因伤势过重而倒下了 毫无预警 豺狼朝我扑来 我试图用心获得的力量 与他对抗 但他一个迅猛的攻击 就让我意识到他远比我强大 别无选择我只能逃命 豺狼紧追不舍 第二天 我依然在逃命 躲避被腐化的豺狼 我不得不跳进附近的球池寻求掩布 豺狼走过球池 但就在我刚松一口气时 一双手从背后冒出来袭击我 我视乎向他求情 一看到他红色的眼睛 我就知道豺狼已经腐化了他 紧接着他继续追赶我 我只好再次躲进球池 我在球池里东躲西藏 但怪物在自己的领地里比我灵活的 很快我跳出球池 撞上了一个粉色头发的女员工玛雅 他冲进来用铲子击退了怪物 怪物随即消失在球池的深处 就在那时 贪吃怪出现并一口吞下了玛雅 他接着冲向我 打算也把我吞掉 第三天 我差点被腐化的贪吃怪吞掉 但体内一股强烈的感觉 让我释放出了一种从未见过的新攻击 将贪吃怪击飞 贪吃怪没有继续追我 我松了口气 看到玛雅幸存了下来 在我新朋友的安全掩护下 我们两个跑到一个藏身之处 不过贪吃怪很快恢复了意识 继续到处寻找我们 贪吃怪的舌头再次向我们袭来 玛雅给我分头逃跑 贪吃怪追赶我 我开始搜寻被腐化的炸鸡筒 很快我躲在了一堵墙后 贪吃怪继续寻找我 我找到了一些腐化的炸鸡筒 但当我捡起它们时 感觉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 很快我来到泵床房间 那里散落着更多的炸鸡筒 我还注意到墙上有一个技术器 显示我还需要收集多少个炸鸡筒 我利用房间里的泵床收集剩下的炸鸡筒 就在我还在思考时 贪吃怪突然袭击了我 我试图避开它 但它行动敏捷一下子将我击飞 送进了一幅神秘的墙上画中 第四天到第七天 我穿过这幅奇怪的画进入了一个区域 我环顾四周发现了一个秘密房间 在这里我找到了最后一个腐化的炸鸡筒 当我捡起它时 我完成了任务并升级了我的身体 我再次变大 获得了更多的新和一次升级的攻击 我继续探索这个房间 最终找到了一桶水 我听到了玛雅的求救声 我从隐藏的房间跳了出来 看到贪吃怪症吞噬着它 我一路追赶贪吃怪穿过餐厅 试图救回玛雅 不久之后贪吃怪跑出了大门 但当我赶到时已经空无一人 一辆巨大的施工车开了过来 驾驶员是被腐化的浣熊 它发动了引擎试图碾压我 我猛地转了个几弯 浣熊撞上了建筑物 给了我逃跑的机会 浣熊继续下车 步行追赶我进入了餐厅 我必须找到藏身之处 我唯一的选择是食物回收箱 我跳了进去勉强避开了浣熊 箱子底部有一条移动的传送带 正把我送向一个绞肉机 第八天到第十天 我拼命奔跑 试图逃离传送带 但即使在我新的形态下 我也不够快 我注意到操作传送带的机器 我利用我的新能力破坏了机器 传送带和绞肉机都停了下来 机器因我的攻击开始爆炸 整个房间都燃起了火焰 我飞快地朝唯一的出口跑去 火焰越来越多地围住了它 不幸的是 当我到达门口时发现火势太大 我根本无法通缘 火焰逼近我的时间所剩无几 我朝着停下来的绞肉机冲去 坠入黑暗的位置之中 第十一天到第十四天 我掉到了食物回收绞肉机的底部 发现自己现在身处一间 装满沸腾油的房间里 我听到了玛雅的声音在房间里回荡 我聚集起全身的力量 开始从平台跳到平台 穿越这片致命的废油海洋 由于我的身体巨大 几次差点掉下去 但我决心不让玛雅成为 豺狼邪恶计划的一个牺牲品 当我终于接近终点时 贪吃怪挡在了我的去路 第十五天到第十七天 贪吃怪发动了舌头攻击 但我成功躲开 让他的舌头打中了沸腾的油 贪吃怪痛苦地缩回了舌头 这给了我足够的时间 溜进了下一个房间 房间里玛雅被吊在一个 油槽上方的笼子里 我试图用我的力量 打破笼子的束缚 但障碍太强大 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贪吃怪终于追了上来 油槽中开始冒足小型火焰生物 他们爬向我 我在房间里四处奔跑 试图躲避这些 不断从油中涌出的火焰生物 同时还要躲避 贪吃怪的攻击 突然打开 他直直地掉向了下面的油槽 第十八天到第二十一天 就在玛雅即将遭遇不幸时 我使用了我的尖叫攻击 将它从油中击退 玛雅拿出水枪 开始向火焰喷射灭火 最终火焰生物和周围蔓延的火焰 逐渐熄灭并消失 贪吃怪跳向我 决心要结束这场战斗 我将腐化的炸鸡筒扔进油锅 将它们炸得焦脆 令我惊讶的是 贪吃怪突然停了下来 它缩回了原来的体型 我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再次发生变化 我的体型变得更大 增加了五颗星 获得了两把巨大的鸡腿武器 房间剧烈震动起来 贪吃怪和我赶紧跑出房间 身后的油锅爆炸了 第二十二天到第二十五天 油锅的爆炸震动了整栋建筑 瓦砾纷纷从天花板上掉落 在我和朋友们之间形成了一道屏障 我继续前进 最终来到了极地王子的城堡附近 不幸的是油锅的油已经渗透到地面 我看到滚烫的油开始蔓延 攻击冰杀鸡 机器破碎后释放出寒气 将所有油冻成了冰 地面开始震动 我看向城堡 看到极地王子出现在我面前 他的眼睛变得通红 我知道腐化已经控制了他的身体 极地王子毫不犹豫地攻击了我 第二十六天到第二十八天 我被腐化的极地王子攻击 我用我的鸡腿武器与他对抗 但他拥有的强大冰魔法让我无法匹敌 他用冰魔法压制了我 他举起法杖 发射了一道冰冷的冲击波直接向我袭来 但玛雅突然出现 挡在了我面前 他自己却被冻住了 玛雅的英勇牺牲为我赢得了足够的时间逃走 然后我跑进了一间办公室 发现贪吃怪藏在那里 第二十九天到第三十二天 我潜入了极地王子的宫殿 开始探索寻找失落的齿轮 在搜寻过程中 我发现了三颗齿轮被冻结在城堡中 我用鸡腿打碎了冰 取出了它们 我注意到房间里的技术器上升了 不幸的是极地王子听到了我制造的噪音进来查看 我赶紧藏起来保持安静 极地王子四处查看后离开了 我深入极地王子的领域 幸运的找到了一个被冰封住的齿轮 冰中还悬着一副三维眼镜 但前往冰块的路上 有许多被冻结的员工 我走到冻结的齿轮前 用我的强力攻击打碎了冰块 解放了齿轮和眼镜 我拿起物品 技术器再次上升了一位 不幸的是我的攻击力度太大 释放了被冻结的员工 冰封的员工处于僵尸状态向我袭来 我用找机将他们阻挡在外 他们试图压制我 我随后装备了鸡腿武器 将这些冰封的员工一一击碎 他们总是源源不断的涌来 最终其中一个用冰冻攻击打中了我 让我无法动弹 极地王子回到了房间 我尽全力释放了一次强力攻击打破了冰封 消灭了所有冰封手下 我扑向极地王子 再次开始战斗 我用鸡腿攻击他 但他用权杖的攻击将我击飞 我向他发起了一系列攻击 但他反击了一个冰系攻击 把我打飞到一座建筑上 建筑倒塌时 我发现贪吃怪藏在其中 贪吃怪地给我他找到的四颗齿轮 我拿起它们 但发现我们还缺少一颗齿轮 我转身时极地王子向我逼近 第三十三天到第三十五天 极地王子正在向我们靠近 但就在他打算结束我的时候 我躲开了极地王子的攻击 戴上了眼镜 他让我看穿了墙壁 我看到墙里藏着最后一颗齿轮 我打碎了墙壁 露出了最后一颗齿轮 我抓住他 贪吃怪用舌头击退了极地王子 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逃离 极地王子追赶我们 我们跑回了冰杀机 我手里的齿轮终于修好了机器 当我修好后 我们能够做出一杯极地冷冻 我把它扔向极地王子 在他接近之前 冰杀让他停了下来 他迅速抓住冰杀 一口吞了下去 结果让他变回了正常状态 极地王子恢复意识后 走向被冻住的玛雅 用他的冰霜力量解冻了他 随着玛雅的霍酒 我再次变身 增加了五颗星 并获得了投掷可乐手榴弹的能力 第36天到第39天 我穿过餐厅赶往我的办公室 但当我到达时 我发现腐化的浣熊正驾驶着一辆鸦路机 他开着鸦路机朝我冲来 企图把我碾成鸡排 幸运的是我及时扔出了我的可乐手榴弹 成功摔毁了鸦路机 随后他开始通过地道逃跑 我试图阻止他 但在我到达之前他已经消失了 脚下的地面变得不稳 浣熊显然正在我脚下挖领 我试图逃跑 但地板在我脚下他闲 我掉入了深渊之中 第40天到第43天 我掉在一堆瓦砾上 发现自己身处餐厅的游戏区 我听到奖品柜台后面传来奇怪的歌之声 我毫不犹豫地走进柜台 让我意外的是浣熊没有从柜台后面出来 反而一个小玩具盒弹了出来 开始播放一首曲子 盒子爆开 露出一个被腐化的玩具小丑 玩具向我冲来 我准备好应战 他用小丑攻击压制我 不幸的是小丑还藏有别的把戏 他开始在房间里瞬移 我无法跟上他的速度 他对我进行了重击 我用可乐手榴弹炸掉了他 小丑玩具倒下后掉了一只玩具 我捡起玩具 突然背后的墙被打破 露出一个更大的被腐化的玩具 第44天到第46天 我与这个巨大的被腐化玩具展开了战斗 我试图用可乐手榴弹炸掉他 但由于他的体型和力量 他抵挡住我的武器并继续战斗 他用咬剂攻击我 他的巨大力量让我站立不稳 为了摆脱他的追击 我跑上楼梯发现了一处武士 我看到一只麦克风 我在麦克风前使用了尖叫能力 释放出巨大的声波 严重损伤了小丑玩具的耳朵 他无法承受太久 最终倒在震耳欲聋的声波攻击中 我从眼角看到浣熊正逃向一个房间 我追俩了浣熊 直到他跑到一辆更大的建筑车辆旁 他爬上了他的建筑车辆开始攻击我 第47天到第50天 我与浣熊展开了战斗 他试图用他的挖掘机碾压我 我不得不不断移动你避免被迷过 于是我跑进了附近的儿童游乐场 我迅速跳到最高处 浣熊一次又一次地撞击游乐场 导致他逐渐崩崩 他最后一次撞击游乐场 彻底摧毁了他 导致我从上面摔了下来 但他的车辆卡在了栏杆 我继续逃命 眼角看到附近的奖品柜台 我在柜台后面寻找有用的东西 直到我发现了一个隐藏的保险柜 保险柜打开了 里面是一把闪电枪 浣熊挣脱了他的车辆 开车朝我冲来 我拿起闪电枪向他射击 最终在一次电气爆炸中摧毁了车辆 爆炸的力量足以让浣熊清醒过来 随着他的腐化被清除 我再次升级 增加了五颗星 并获得了新的闪电能力 蜂蜜兔和油腻怪出现了 油腻怪物吞下了浣熊 蜂蜜兔用一击重击攻击了我 令我晕眩 我很快就昏了过去 第五十一天到第五十四天 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被锁在一个牢笼里 置身于一间监狱房间中 蜂蜜兔站在我面前 蜂蜜兔用他的力量 让我进入了一个幻想 在幻想中 我看到我和爸爸一起为餐厅拍摄广告 蜂蜜兔和油腻怪也在场 豺狼的声音从上方的广播里响起 他们离开了 我站在原地等待 但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他们却一直没有回来 我决定去调查 但在路上被拦住了 我抬头看到豺狼恶狠的盯着我 他毫无预警的袭击了我将我击晕 然后大笑着逃离了现场 我醒来时投空欲裂 回到现实后 我的记忆突然恢复了 就在我准备道歉时 安全房间的扬声器突然传来豺狼的声音 豺狼从地板下的通风口释放了腐化毒气 毒气开始清洗蜂蜜兔 第55天到第57天 我眼睁睁看着豺狼的腐化气体侵染了蜂蜜兔 我用尽全力打破了我被困的牢笼 然后冲向房间另一边 拉下了一个紧急开关 阻止了毒气继续扩散 蜂蜜兔转向我 但他的眼睛已经变成了红色 蜂蜜兔冲向我 我赶紧逃出监狱房间 但当我跑出去时 蜂蜜兔已经在外面管着我 腐化的蜂蜜兔再次追赶我 但我在躲避它时注意到头顶悬挂着的洞 我趁机逃跑 但蜂蜜兔很快就恢复了意识 继续追赶我 第58天到第61天 我被腐化的蜂蜜兔追赶着穿过餐厅 每当我转过一个角 它总是已经在那里等着我 我试图用我的闪电攻击击中它 但它太快太灵活 轻松地跳跃并躲避了我发出的所有攻击 它对我发起了腐化攻击 我不得不继续逃跑 在慌乱中我没注意到 撞上了一台自动售货机 撞击使得售货机吐出了一罐可乐 第62天到第64天 蜂蜜兔正要把我击倒 我大口喝下可乐 让我惊讶的是这罐可乐竟然赋予了我超级速度 蜂蜜兔发动攻击 但我用新获得的速度轻松闪避 我用我的鸡腿武器进行反击 并逐渐在战斗中占据上风 凭借增强的速度 恢复了正常 我获得了新的升级 增加了五颗心病提升了速度 蜂蜜兔叹了口气 它递给我一张地图 第65天到第67天 我继续前进 寻找蜂蜜兔和油蜜怪的藏身处 当我接近时 我看到巨大的油蜜怪症和豺狼说话 我躲起来 听他们的对话 看起来我已经晚了 油蜜怪显然已经被腐化了 我不能让豺狼得逞 豺狼和油蜜怪结束了谈话 随即分道扬镳 这给了我机会靠近藏身处 第68天到第72天 我悄悄靠近基地 直到发现油蜜怪挡在入口前 这时我想起了背包里有一个玩具 我走近了一点 把玩具丢进旁边的房间作为诱饵 然后迅速躲藏起来 油蜜怪注意到了玩具走过去 他检查玩具的时候 我趁机溜进了藏身处 我进去后发现房间里满是黑色的油渍 房间镜头有一个笼子 里面关着我的朋友幻血 我想靠近他 但过于兴奋 不小心弄翻了什么东西发出声响 油蜜怪转过身朝我冲来 第73天到第75天 油蜜怪冲向我 开始攻击我 我在房间里四处奔跑 试图躲避他的攻击 他不断向我投掷油蜜的物体 其中一次攻击在一个平台上留下了黏糊糊的油渍 当我踩上去时被困住了 我用超级速度从油渍中冲出来 躲避了油蜜怪的攻击 成功接近了关押我朋友的笼子 但就在我准备解救他时 油蜜怪落在我身后 我们两人展开了一对一的战斗 第76天到第79天 我与油蜜怪展开战斗 试图拯救我背负的朋友 他突然消失在油渍中 接着从我脚下伸出油蜜的触手 他的攻击使我行动吃缓 无法使用超级速度 我用可乐手榴弹炸开了笼子 解救了浣熊 油蜜怪朝浣熊扑去 给了我从后方攻击他的机会 重击让他恢复了正常状态 成功救出我的朋友后 我增加了五颗星 并获得了新的力量 不幸的是就在我们准备逃跑时 豺狼进了房间 油蜜怪迅速抓住浣熊 趁机带着他逃入了油渍中 豺狼冲向我 狠狠地打了我一拳把我打晕 第80天到第83天 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被锁在一个房间的笼子里 豺狼站在我面前 透过铁栏盯盯着我 我试图打破笼子的铁栏 但没能成功 房间开始充满腐化的烟雾 我吸入后开始感到头晕 在我意识到之前我就昏倒了 第84天到第86天 我醒来后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黑暗扭曲的餐厅里 一个腐化版的爸爸从柜台后面走了出来 我朝腐化版的爸爸扔了一颗可乐手榴弹 它像影子一样消失了 随着它消失 我再次醒来 回到了笼子里 我的生命值很低 但我成功避免了被腐化 第87天到第89天 我检查了房间的四周 发现我的生命值在不断下降 我找到了一处通风口 我用手榴弹炸开了通风口的盖子 爬了进去并成功逃脱 我来到另一面 发现玛雅正在等我 我和玛雅一起返回球池 我进入了球池 在里面四处走动 试图引出怪物 不久后它跳了出来 我扑向它试图抓住它 但它在我抓住它之前消失在了池子下面 我感觉到怪物抓住了我的脚踝 把我拉进了更深的球池 第90天到第92天 我掉进了一个充满彩色方块的球池领域 地面震动 球池怪物现身了 球池怪物发疯般冲向我 用它强大的彩色攻击试图击倒我 我尽全力躲避它的攻击 同时用我在旅途中获得的所有能力还击 我们交手数次 直到我最终击中了它 让它恢复了意识 我获得了五颗星和新的球池力量 我就回了我的朋友 豺狼从天而降 消灭了我的朋友 它瞬间消失 留下我困在了球池领域 第93天到第95天 我寻找逃出球池领域的办法 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从上方传来 玛雅指引我来到一道奇怪的门前 门挡住了出口 第96天到第98天 我试图打破那扇门 我用鸡腿猛击门板 但无论怎么努力 门都纹丝不动 我从眼角瞥见一个发光的球体 我拿起发光的球体 将它放进门上的一个插槽中 门震动了一下 我快速跑回到门前 将球体依次放进门上的插槽里 最终门打开了 我冲过门口 第99天 我从球池中出来 发现我的所有朋友正为玛雅举办生日派对 我正准备加入派对 突然豺狼的声音从广播中响起 我离开了朋友们前往停车场 第100天 我来到外面 看到豺狼在餐厅的停车场等着我 豺狼和我冲向对方展开激烈的对峻 我用我的攻击试图削弱豺狼 但他很强壮 忍受了我许多次打击 他用豺狼之爪反击 对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这是我遇到不最强的敌人 我用尖叫攻击出其不意地袭击了他 使他陷入虚弱状态 我用可乐手榴弹对他进行了最后的攻击 腐化从他体内离开 他恢复成了原来的小形态 我阻止了腐化蔓延